古代中國的通緝令叫做海埔文書 顧名思義就是你逃到天涯海角都要抓到你 但古代中國畫風講求傳神而不是寫實 隨便勾個幾筆就畫出一個人 不竟讓我們現代人懷疑這能抓到人嗎? 那我們今天就化身為古代一名罪犯邪龍 回到CD國的時代 來看看他能不能躲過法網恢恢的制裁 邪龍,清朝初年的愛國志士 但愛的不是清朝,而是我大名江山啊 邪龍到處鼓吹反清負面的排滿思想 因此被地方官府盯上 於是畫了海埔文書,準備捉拿邪龍 邪龍知道自己被通緝後 知道這個地方是待不下去的 趕緊收拾行李,展開逃亡生活 邪龍走著走著來到一個小村落 路邊種田的農屋見到邪龍 跟他含暈了幾句語說 這位壯士,聽孔雲您不是本地人吧? 邪龍嚇一跳,原來古代的資訊流通不發達 各省的口音差異極大 一聽就這樣也是外地人 而且地方自治能力很強 所以人都需要本地的鄉生、村長 地方得高望重知識 幫你到戶籍阿門報戶口 是男是女高矮胖瘦 生成年月父母和人 子女多少,老婆是誰通通紀錄下來 這種人口管理方式 由秦國商鞅的商君書發展而來 有這些大數據除了是給朝廷收稅戀財增兵用的外 還能幫朝廷管控人口 今天你邪龍一個陌生人來到這邊 鄉民當然會上去盤問盤問 看是從哪裡來的 是不是高幹下來視察呀? 如果是高幹下來視察 那居然會啟動櫃鐵模式 好招待招待 那如果是可疑人士呢? 古代可是有連坐制度的 如果一個村落常逆犯人事後被發現 可能讓整個村莊都受到懲罰 我還不舉報你先 除了鄉民可以聽音變人外 還有所謂的露營 露營在各個朝代都有 只是名稱不同 但作用大概是相同的 明朝法律規定 人不能到處亂跑 你只要遠離居住地百里之外 就需要當地政府發給你類似介紹性的通行證 如果你出遠門 例如去經商、旅行還是探親之類的 沒有通行證 被抓到不但無法繼續通行 還會被抓起來自罪 甚至住什麼客棧也是要看通行證的 申請時必須找好擔保人 還要面試說明你出行的目的、時間等等 再看看你有沒有欠稅紀錄 或者有沒有扶勞役 就好像現代人要去美國 申請工作簽證一樣 沒有這個證明你就無法出去 而宋朝比較不一樣 他是一個相對開放的朝代 平民老百姓出遠門 是不需要什麼通行證的 宋朝政府比較關心的是 你有沒有繳稅 如果欠稅 很抱歉 等你繳完才可以出門 宋朝嗎 而宋朝也因為人口流動的快 招救他這個商業大帝國 有錢的不得了 而另一個因素就是錢拉 普通鄉民在明清時代 四季兩百姓就能讓老婆孩子 過上美滋滋的一年 那懸賞文書動輒百兩 甚至千兩 歪步魔拳擦掌眼冒前心跟你拼命 所以綜合以上原因 希望就被鄉民抓走了 我們懷念他 據我的中國粉絲回憶 小時候他父母帶他去南京玩 父母卻忘記準備好單位的介紹信 所以不能住在旅館 即使拿了工作單位的工作證 住地戶口本都不行 所以最後只能睡南京火車站 而時間是1986年 當然改革開放後 這種情況就開始改觀了 但現在科學昌民講求科學辦案的年代 都還會有所謂的冤雨 而以前封建時代更不用說了 如果真的抓不到人怎麼辦 那就隨便抓一個人衝速報業績啦 台灣甚至幾十年前還有國民黨帶來的 據中國特色的科學辦案 被害人受不了肉體與精神上的折磨 身高160都自稱自己是姚民 古代亂抓人更是家常便飯了 那西方有所謂的戶口制度 甚至通行證嗎? 下一期我們邪龍忽然變身為一名羅馬罪犯 我們從條條大路通羅馬說起